抑郁一般分为轻度、中度和重度 如果得了抑郁症 轻者能自我调理的 或心理疏导能解决的 一般没多长时间会不再抑郁 可以不住院 中度以上者建议住院治疗 有自杀的危险的 患者具有相当高的自杀倾向 无论如何也不改变自杀的念头 且无法与其沟通 如果家属也承认没有信心 可以阻止其自杀的情况下 绝对适合且有必要进行住院治疗 对于轻度或中度的抑郁症状 除了到专业机构治疗外 个人采用一些切实的自我调食方法 也是可以有效缓解的 一坚持锻炼 可以做跳绳游泳慢跑等有氧运动 二外出交际 多接触朋友 参加社会活动或出去旅游 三阅读心理方面的书籍 开卷有益 多阅读一些有助于调解心态和心灵成长的书籍 corresponds Launch H1 市专门 7 6